阿德 你結婚的時候有算命盤嗎 沒有 沒有算命盤 對 我連提薪都是我一個人去提 後來才知道不是一個人去提的 雙數 應該帶別人去提 就比如說帶我媽媽或爸爸 或之類的 對 我是一個人去的 我不知道 我以為一個人去就可以了 對方 女方的父母 其實沒有覺得怪怪的 沒有誠意 就是其實很怪喔 因為那天有多怪 譬如說一坐下來 不是就要吃飯嗎 一定是吃飯嘛 那是他家吃飯 那一坐下來就是要吃飯的時候 就開始那個 就是吃完飯的時候 就開始看連續劇 你坐在那邊嘛 然後呢 就突然不知道要講什麼 然後我就插廣告空檔的時候 我就說我要跟你女兒結婚 結果呢 結果他爸爸就跟他媽媽說 那你覺得呢 然後他媽媽就回嗆他 他就說你是一家之主啊 你還問我 然後呢 這個時候突然 廣告結束了 又打斷 然後又開始看 然後後來 也沒有再繼續 然後就往下走 所以這次求婚不是提親啊 提親 我們要來提親 但是提親 你要去講那個 什麼時候結婚要辦幾桌 對 我都不知道 然後我想說提親就是先提嘛 先提啊 就不用帶 我連禮物什麼都沒有帶 就一個人去嘴巴提 那麼隨便啊 我以為是先提 要提 反正睡過了嘛 那年齡幾歲 那時候是因為我太太跟我講 我媽說 如果我們沒有要結婚 要不要再交往了 後來呢 後來是怎麼談成的 沒有 就是我剛剛講 這樣算談成嗎 就是我講一半 廣告打斷 這樣算談成嗎 後來就沒有下文喔 後來就覺得好像已經談完了 哈哈哈哈